大复兴 思不真 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壁 地级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 以赛亚书52章10节 古时候的英雄准备打仗 他们就穿上盔甲 但是当神预备打仗的时候 他显露他的臂膀 人要看两方面 看他自己的防御 也要看他敌人的进攻 神只需要眼看一个方向 他打倒敌人 对一切的防御不屑一顾 灭视所有的武器 他在万国面前露出他的臂膀 当人要全力工作的时候 他们有时候也脱下衣服 就是那古时的勇士 当他前去与土耳其人征战的时候 除非光着膀子就绝不战斗 他说 他们是这样的东西 我不需要害怕 他们更需要害怕 我的露出来的臂膀 胜过我害怕他们的弯刀 当人脱掉一切累赘的衣服 他们就觉得预备好可以做工 同样先知把耶和华描述成 把他尊贵的衣服暂时摆在一旁 露出他的臂膀 使他可以尽情做工 为建立他的教会 成就他的旨意 现在不讲这个非常伟大的比喻 我想提醒你们 每次神乐意 赐下信仰的伟大复兴 这经文的意思就完全成就了 今天我的心在我里面十分欢喜 也为我带来好消息 因着在美国上上下下信仰伟大复兴的好消息 我的心极其欢喜 一百年前或更早的时候 主乐意赐下其中一场到目前为止 人所知道的最令人惊奇的信仰复兴 全美国看来从这头到那头 被希望聆听神话语的热情所震撼 而现在在经历一个世纪之后 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金钱上的压力终于消失 但在他身后留下 对许多巨大财富的严重破坏 许多曾经是王子的人 现在成了乞丐 美国人比英国人更认识到 所有人的东西都是靠不住的 人的思想 因着可怕 突如其来的恐慌 摆脱了对地上事情的依赖 看来是预备好接受 从一个更美之地而来的好消息 把他们的努力转到天上的方向 任何一个熟悉美国当今情况的人 都会告诉你 在那无论你到哪里 都有最令人惊奇的表象 信仰正迈着大步向前 这场人现在成为大复兴的运动 成了商人们日常集市上的话题 他成了每一份报纸的主题 甚至属世的报纸要注意到他 也为他如此让人惊奇 各阶层的人看来都受到了他的影响 很明显 没有任何理由 竟为抓住了人心 激动看来立刻穿越所有人的胸膛 有好名声的人证实了 现在这个时候 在新英格兰有一些城镇 即使你寻找 你也找不到一个没有归正的人 如此奇妙 我几乎要说 如此神奇 但是 突然 同时信仰在那大国到处传播 即使人们对我们讲这件事 我们也几乎不敢相信这件事的一半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我一直都是特别小心 怀疑复兴的 每当我遇见一位人称之为复兴不到家的人 我总是把他看得一文不值 我是不屑自己取这称呼的 如果神乐意使用一个人来促进一场复兴 这非常好 但如果任何一个人自取复兴家 这个闲头和职份往来于各地 相信自己是传播怜悯的器皿 被神命定去传达信仰的复兴 我想 任何一个有最低限度 谦虚的人都不会如此骄傲去这样讲 再讲一次 有极多的复兴 不是在我们的城镇里发生 有时在城里发生 我相信是假冒的 没有价值的 我听说人们成群集队 在早上 在下午 在晚上去听某位出名的复兴家 在他的讲道下 一些人大喊 尖叫 倒在地上 抽动着打滚 后来 当他为悔改之人 举出一种方法的时候 雇用一两个引人入圈套的家伙 从人群里跑出去认罪 几百人就走出来 被那场不到打动 宣告他们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时候 从他们的错误道路上回转 就在上个星期 我还看到有记载说 在某个地方 在我们自己国家里 在某个日子 在一位某某牧师的传道下 十七个人得到彻底成胜 二十八个人认罪 二十九个人得到称义的祝福 接着第二天 有更多的人 后来他们被集中在一起 有浩浩荡荡几百人 在三场聚会中 在某某先生的事奉献得到了祝福 这一切我称之为闹剧 也许其中有一些很好的东西 但外表看来如此腐败 我几乎不能使自己相信 里面的好东西到底会有多少 当人们努力靠着数学如此精确计算 我总是知道他们在错误认识他们 在做的事情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说 有许多的人在某一次被加入教会 但分开来统计有多人认罪 称义 成圣 这真是荒谬 所以如果你发现我在讲复兴 你会吃惊的 但我努力解释 到底什么是我心有体会 真诚强烈的愿望 希望神也乐意在我们全国上下赐下 那项在美国刚刚开始 我们相信会在那里持续很久的一场复兴 你就不会那么吃惊了 我首先要努力说明 每次信仰真正复兴的原因 第二 这样的复兴的后果 然而第三 我要提出一两条警告 就是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不要弄错了 把这神的工作 看作只是人的工作 然后结束 对我所有相信基督的弟兄 发出劝勉 努力工作 为在我们众教会当中信仰的复兴祷告 就讲第一点 真复兴的原因 世人不明白什么是复兴 他不能明白 为什么他所说的 突然一阵的静前 一种神圣的感染 会同一时间降临在一大群人身上 把他们抓住 他的原因是什么 这经常是在所有伟大的复兴家 都不在场的时候发生的 不能归于任何具体的方法 没有为了把他带出来 而使用特别的手段 没有提供什么机制 没有建立什么社团 然而他临到了 就像来自天堂的大风 横扫一切拦在他前面的东西 他快快地吹过大地 人论到他说 风随着一死吹 我们听见风的响声 却不晓得从哪里来 往哪里去 那么原因是什么 我们的回答是 如果一场复兴是真实的 它就是由圣灵引发的 唯独由他引发 当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站起来 传讲那篇值得回味 使三千人归信地讲到 我们可以把他工作的 成功归功于圣灵 动工以外任何的事情了 我看了彼得讲论的讲稿 很肯定它是非常简单的 它是简简单单陈述事实 很肯定他是很大胆 很切入 点到要害 针对个人 也为他毫不掩饰地对他们说 使他们杀害了生命和荣耀的主 犯罪流了他的血 但若只是针对事情的表面 我可以说我曾经读过许多的不道 可能是比彼得的讲道更为有效 我相信有许多历史上的传道人 他们的不道读起来 要比彼得的讲道更让人注意 更得到好评 至少在评论家看来是如此 他看起来极其简单 适合人听 极其真切 但这些方面都不是特别出色 以至成为这一呼寻常成功的原因 那么原因是什么 我们要再一次回答 那圣灵祝福 让一个人归信的话语 如果他愿意 也可以祝福使一千个人归信 我深信基督徒中最微小的传道人 也可以今天早上登上讲坛 按照最没有受过教育的方式 传讲最简单的不道 如果圣灵愿意 就会祝福这不道 使在这个地方的每一个男男女女 和孩子们归信 因为他的臂膀没有缩短 他的能力没有受限制 只要他是全能的 我们就应当相信 他能行任何他看为好的事情 当你听说一场 不道很有作用 不要以为起作用的是 这不道本身 不要以为一位传道人 在使人归信上很蒙祝福 就以为这传道人 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地方 神禁止任何传道人 擅自把这样的事情 夺取归在自己身上 任何其他同样蒙福的传道人 也会同样有用 任何其他的讲道 只要是遵循真理和真切 就可以像那篇许多人 急着他被带到基督这里 而非常出名的讲道一样 大大蒙祝福 当他愿意的时候 神的灵就吹在众人子身上 他看到人心硬 漠不关心 他把一种愿望夹在人思想里 他在他们的灵里广拨种子 拨下心里 想往神的家的念头 马上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成群结队来 听传讲神的话语 他把那同样的种子 撒在传道人的头脑里 他不知道为什么 但觉得比从前更热切了 当他上了讲坛 他是作为庄严献祭而上去的 他在那里讲道 相信因着他的侍奉 会有大事发生 祷告的时候到了 基督徒大群大群的聚在一起 他们讲不出是什么在影响他们 但他们觉得 他们一定要上教会祷告 热切的祷告升到天上 热切的讲道得到宣讲 还有热心的听众 是神这位大能者 乐意去软化刚硬的人心 使高傲的人降服 带他们认识真理 唯一真正的原因 就是他的灵在人心里动工 尽管这是唯一真正的原因 然而还有其他 起着手段作用的原因 一场大复兴主要的 起手段作用的原因 一定要是大胆 忠心 无具体传讲在耶稣里的真理 嗨 弟兄们 我们时不时都需要一场改革 一场改革是永远不能满足 教会的需要的 他需要不断被推动 重新向前 也为他的工作会松懈 不再和从前一样动工 马丁路德带出来的大胆直路的真理 开始被一点一点修改 直到一层又一层的东西 被夹在他们上面 到了最后 这古旧的磐石般的真理被掩盖 在肤浅的表土上 长满了翠绿开花的错误 看来美丽可爱 他们除了是真理衰退的产物以外 和真理没有任何关系 然后勇敢的人出现 再一次把真理发掘出来 说道 把这垃圾清走 让火点着这些欺骗人的美丽 我们要把他们清除掉 再一次把那古旧的真理带出来 他就出来的 但教会的倾向 一直是掩饰自己赤鹿的单纯 忘记了神的真理 从来没有像在他自己不佳装饰 神所赐的荣耀里 站立起来的时候 那么美丽 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把古旧的真理 恢复到他们原有的位置 传到人的精妙 细致一定要被放在一旁 我们必须放弃学究的伟大特色 放弃那些把神学当作一种体系加以研究 但没有在心里感受到他的全能的人的那种 只看字面的学术钻研 当那被从台上取来的红炭 沾了口的传道人 再一次传讲那美好的古旧真理 这就要成为圣灵手里的工具 给全地带来信仰伟大彻底的复兴 但我还要加上一点 就是教会一定要有热切的祷告 除非教会用多多的泪水浇灌所洒下的种子 否则最孜孜不倦的侍奉 也是完全突然 每次复兴都是由大量的祷告引发开始 并加伴随 现在在纽约城里 我相信一天没有一个钟头 是没有基督徒聚集在一起祷告的 一家教会为了祷告 从五点到六点开门 另外一家从六点到七点开门 呼唤他里面祷告的人 献上恳求违纪 六点过后人离开去工作 另外一群人觉得这个时候 方便 比如说那些八点或九点上班的人 从七点到八点有另外一场祷告聚会 从八点到九点 在城里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次 最让人惊奇的是在正午 从十二点到一点 在纽约城中 在一个大房间里有一个祷告聚会进行 每天人都挤到了门口 几百人站在外面 这祷告聚会里的人是城里的商人 他们可以挤出一刻钟的时间做一个祷告 然后又离开 然后一群新的人来填满这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想 在一个特定的时间 在那个地方有几百人聚集祷告 这解释了为什么有复兴 如果这是发生在伦敦 如果我们可以再一次圣果那把他的修道士官 在修道院里日夜祷告的就罗马 如果我们一起可以架起一条祷告的金链 一环一环圣洁的弟兄联合在一起祈求 那么我们就可以盼望从主我们的神那里 有神的灵大大浇灌下来 圣灵是实际动工的 所传讲的神的话语 还有人们的祷告是工具 这些解释了信仰真正复兴的原因 现在来看信仰复兴的结果是什么 嗨 结果就是我们的心为教会的好处所可慕的一切 当信仰的复兴临到一个国家 牧师们开始被温暖加着 据说在美国最沉睡的传道人 已经开始醒过来了 他们被普遍的火加热 那些没有讲稿就不能传道 有了讲稿也没有带着任何目的传道的人 发现在自己心里这到马上就讲出来了 带着他们所有的力量对人说话 当复兴来到的时候 牧师突然发现讲坛上往常的形式 和常规不太适合现在的情况了 他冲破一道障碍 然后发现自己身处一种尴尬的境地 他要冲破另外一道 他会发现自己身为神学博士 也许会在星期天早上真的讲了一个故事 真的使用一个比喻 讲低了讲坛的尊严 有时甚至无意中令他的会众发出微笑 时不时会落泪 这对这些坚强的神学家来说可是一宗大罪 他不太晓得为什么会这样 但他的会众领会到了他说的话 他说我一定要给他们一些好东西 他就把那批陈旧的步道给烧掉了 或者把他们放在床底下 取了一些新的 或根本什么也没有拿 只是拿着他要讲的经文 开始呼吁 人们 弟兄们 相信主耶稣基督 你们就必得救 年老的直视说 我们的牧师出了什么问题 许多年来一直听他讲到 如此经常在听众席前排睡着的年老的女士 开始醒了 动了 说道 我很奇怪他是怎么了 这怎么可能 嗨 他传道就像着了火一样 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他的心充满了对灵魂的爱 他们不明白 他们经常说他沉闷 让人疲劳 打瞌睡 这怎么会改变了 嗨 这是复兴 复兴已经触动了牧师 好像明亮照耀的太阳 已经融化了山顶的一些积雪 正留下来 变为滋润的河流 给山谷带来祝福 下面的人阴着 从睡觉中醒来的神的 工人的侍奉得到振奋 这工人发现自己 就像另外一位以利亚一样 神使他变得有力 可以做四十天的艰苦工作 这是 在这以后 复兴直接开始去触动广泛的人群 聚会从前是按着空座位 而不是按着坐了人的位子 来点人数的 但突然间 牧师也不明白为什么 他发现人们来听他讲道 他从前从来不受欢迎 出来没有指望过受人欢迎 突然见他醒来 发现自己很出名 一大群的会众使他很出名 人来了 他们是怎样去听啊 他们都醒来了 都大发热心 他们把头伸向前 他们把手放在耳朵上 他的声音很小 他们努力想帮助他 他们在做任何可能的事情 为了使他们可以听到生命之道 教会成员睁开眼睛 看到教堂的坐满了人 他们说 怎么会这样 我们应当祷告 于是召集了祷告聚会 从前聚会有五六个人 现在有五六百人 他们进了会堂 他们是如何祷告 那老手 从前是祷告二十分钟的 现在发现把自己限制在五分钟内 更是与人方便 那位老好人 当他站起来 总是重复同一形式的祷告 将冲入战场的战马 从一瓶倒到另外一瓶的油 所有这一些 现在他把这一切留在家里 只是祷告 欧主 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请你拯救罪人 在祷告聚会的时候 可以听到抽气声和声音声 很明显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所有人都在祷告 全部群众看来都受到感动去祈求 要再问 怎么会是这样 嗨 这只是复兴的国校 因为当父兴真正来到的时候 牧师 会众和教会都要领受 从他而来的好处 但这不局限于此 教会的成员变得更严肃 更认真 人更好去尽家庭的本分 家庭受到更好的看顾 那些从前腾不出时间做家庭祷告的 现在发现自己可以这样做了 那些没有机会教导他们的孩子的人 现在不敢一天不去教导孩子 因为他们听说 有孩子在主日学里相信了 现在主日学的人数是从前的一辈 奇妙的是 小孩子聚在一起祷告 他们幼小的心被触动 许多人表现出恩典开始动工的迹象 父母在想 他们一定要为他们的家庭做些什么 如果神祝福小孩子 他为什么不能祝福他们的孩子呢 这时 当你看到教会成员上教会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他们带着沉稳庄重的态度 也许他们在路上交谈 但他们讲的是耶稣 如果他们一起在圣所的门口低声说话 这不再是无聊的闲话 不再是说 你觉得这传道人怎样 你怎么看的 你注意到这般的般了吗 啊 不是 我祷告主可以祝福他仆人的话语 从高处赐下恩膏 让将要熄灭的火焰可以点着 哪里有生命 愿他就可以得到促进增强 领受新活力 这是他们所交谈的一切 然后极大的结果来到了 慕道者的聚会开办了 那主持这聚会的好弟兄大吃一惊 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来的 他说 嗨 至少有一百人来承认主为他们的灵魂所做的工作 有五十个人一起来说 他们在这篇讲道下 被带领去认识真理 谁给我带来这样的人 怎么会是这样 这怎么可能 这岂不是主 伟大的神做成这样的工作吗 如果复兴持续 被这样带进教会的归正的人 是非常热心的人 你从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 外人说他们是疯子 这是蒙福的疯狂 其他人说他们只不过是热心分子 这是来自天上的热心 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带着如此的灵去做的 如果他们歌唱 这就像震撼的雷鸣 如果他们祷告 这就像闪电急速刺目的闪光 点亮冰冷的新的黑暗 使得他们在一时间认识到在祷告里有什么东西 当牧师讲道的时候 他就像雷子一样讲道 当教会聚集在一起 这是带着出于内心的真诚 当他们奉献的时候 他们是带着加增的慷慨奉献 当他们探访病人的时候 他们带着温柔 谦卑和爱 每一件事都是带着单单为了神的荣耀的看见去做 不是出于人 而是出于神的能力 愿我们看见像这一样的复兴 但是感谢神 事情没有到此为此 教会的复兴接着触动了社会的其他地方 那些不前来承认信仰的人 更守时来领受蒙恩之道 过去诅咒发誓的人 现在放弃了 他们发觉现在这样是不合适了 过去亵渎安息日 灭是神的人 发现这样是不行的 他们都放弃了 时代变了 道德观战了上风 低下的人受到了影响 他们在从前购买廉价无聊小书的地方 购买不到稿 高等的人也被触动了 他们也被带来听神的话语 那乘坐马车的高贵女士 过去从来没有想过去独立教会教堂 这样如此卑贱的地方 现在才不在乎 只要她可以得到祝福 她要听真理 马车夫把她的马靠在这女士的一对高头大马旁 他们两个人都进去 在神主权的施恩座前屈膝 各阶层的人都受到影响 甚至连议院都感受到这一点 连政治家自己都对此表示吃惊 奇怪这些事情是什么意思 甚至宝座上的君主都觉得 他成了比他从前认识的人 更好的人的君主 神在他的领地所行的事情 超过他一切的想象 与他卓越的榜样相比 一位伟大的君王在摇动一把更好的权杖 使加更好的影响 事情还不是到此为止 天堂充满了人 一个接一个相信的人死了 天堂人更多了 天上的琴声更响亮了 天使的歌声有了新的旋律 也为他们欢喜看到人子们在宝座前下拜 宇宙变得欢喜 这是神他自己的夏天 这是普世的春天 鸟歌唱的时候来到了 在我们的地上可以听到斑鸠的声音 啊 愿神可以赐我们像这样的复兴 我感谢神 我们作为一群人 曾经有极大的理由感谢他 因为我们在极大程度上 曾经有过这样的复兴 但没有什么可以和我们渴望的相比 我听说有复兴 在其中有二十人 三十人 四十人和五十人被收取 但为了神的荣耀 我们要说 没有一个月 我们的洗礼池不是开放的 没有一个掰饼聚会的安息日 我们是不接受许多的人进入主的羊圈的 有一年 我们有多达三百人加入了我们的教会 依然有着呼喊 他们来了 他们来了 我们新的会堂在建造 我相信 从它立起来六个月内 不是有一千二百位成员 我而是要坐着少两千人的牧师 因为我相信你们 许多这些今天早上来到这个音乐厅的人 发现在晚上要挤进会堂 真是不大可能 只能等候 交集 是你们可以对我和对弟兄们说 神为你们的灵魂 成就了何等的大事 这我知道 主对我们满有恩典 荣耀都归给他 但我们要更多 我们的心很贪婪 为神贪恋 啊 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归信 我们盼望看到教会充满 所有蒙拣选的族类 齐声齐心 同一口舌 歌颂他救赎的恩典 我们还要感谢神 事情没有就此止息 因为在上一个安息日夜晚 埃塞克堂满了 西敏寺满了 这个地方也满了 尽管我们不能在感情上 完全一致认同所有讲道的人 然而愿神祝福他们所有的人 只要基督得到传讲 我就欢喜 是的 我要欢喜 我求神让伦敦每一壮大的建筑物 也都挤满了人 每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 都被千千万万要听真理的人跟随 愿那日子快快临到 有一颗心是比你们任何一个人 更为这样的日子欢喜的 当他看到尽管我们的荣耀要降低 但神的荣耀 他就要跳动得最兴奋 现在我们要看第三点 这是一个警告 当伊文斯在威尔士传道的时候 在复兴期间 他令人们跳起舞来 会众在他的时 凤下变得如此激动 他们真是跳起舞来 我不相信那跳舞是圣灵的工作 他们心里被挑动 这也许是圣灵的工作 但圣灵不会让人听了讲道就跳舞 从中出不了什么好处 时不时在我们那些 寻道会的朋友当中 会有一场很大的爆发 我们听说 一位年轻的妇女 在一场步道当中 爬上一张凳子 在狂喜中转那转呢 直到她跌下来昏厥过去 他们大喊 荣耀归给神 我们不相信 这是圣灵的工作 我们认为这是荒谬的 无意义的东西 仅此而已 在一百年前 美国那古老的复兴中 人常常称之为大觉醒的 里头有许多奇怪的事 比如在聚会的时候 有人不断尖叫大喊 敲击 竞篮 我们不能把这些称作是圣灵的工作 甚至伟大的怀特飞在 坎布斯朗的复兴 那人所知道最大 最特别的复兴之一的当中 也伴随着一些 我们只能看作是迷信的歧视的东西 人们是如此激动 结果他们不晓得他们在做什么 如果在任何复兴中 你们看到任何这样身体奇怪的扭曲 你们总是要分辨那不同的事物 圣灵是在人头脑里动工的 不是用那种方式在身体上动工的 神的旨意不是让这样的事情 给聚会蒙羞 我相信这样的事情 是撒旦搅扰的结果 魔鬼看到有极多的好事在发生 他说 现在我要破坏它 我要把我的脚踏进去 大大破坏 有灵魂归正 我要让他们变得如此激动 使得他们做荒唐的事情 然后这件事就会被人蔑视 现在 如果你们看到任何这些奇怪的事情 要小心了 这是那古老的魔鬼在忙碌工作 试图破坏这工作 只要你们能够 就要立刻放下这如此古怪的东西 也为圣灵动工 他从来不会违抗他自己的命令去动工 他的命令是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 人听到的时候跳舞 这既不是规规矩矩 也不是按着次序行 福音传给人的时候 人嚎叫 尖叫 这也不是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 所以这根本不是圣灵的工作 只是人的激动 再一次 要记住你 必须在复兴的工作中 分辨每一个人 在信仰的复兴中 极多的人要真正被归正 相当一部分只是被动物性的激动所激愤 他们的归正不是真实的 总是要有准备会看到这些事情 当你看到这点 不要大事以惊 人模仿他人 这不过是一条心理法则 当一个人真正归信 另外一个人会有一种愿望去效法这一点 而这人还没有得着真正的 处于神主权的恩典 这不过是一件自然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在复兴中遇到这样的情形 不要灰心 这不是证明 这不是真复兴的证据 这只是证明 对于这具体的情形 这不是真的 我还要再说一点 就是如果神赐给我们一场伟大的信仰复兴 我们的责任就是不可放松纪律的约束 在一些教会 当他们增长得非常大的时候 很容易不经恰当 正确的审查 就大批大批把人接纳 进入他们的成员当中 我们在复兴的大爆发中 就应当向渐渐增长 较为平缓的时候 一样严格 如果主刺下他的灵 像暴风一样 我们的责任就是用技巧去航行 免得暴风把我们吹到一些尖锐的礁石上 破坏我们的船 给我们带来严重的伤害 你们这些教会中的只是要小心 当你们看到人们被眺望 你们依然要有神圣的警醒 免得教会接纳没有真正得救的人进来 他敬前的标准就被降低了 讲了这些警告的话 我现在要集中我所有的力量 要尽全力努力挑动你们去求神 让这全地上上下下 有一场浩大的信仰复兴 人呢 弟兄们 父老们 耶和华神已经赐我们祝福 一样祝福是许多祝福的前奏 现有水滴 然后是四月的大雨 它已经夹在我们身上的怜悯 只不过是某些将要临到 更大更好的事情的先锋和序幕 他已经赐给我们春雨 让我们向他求求雨 使他的恩典可以在我们当中加增 他的荣耀可以增加 今天早上 我向你们说话中的一些人 是拦阻任何信仰的复兴的 我要真切地警告你们 不要拦阻主他自己的工作 也许你们中的一些人 今天在这里是言行不一的 然而你们却口声相信 你把圣餐的杯拿在手里 和他里面的圣酒 但依旧和世人一样生活 和他们一样属肉体 贪婪 我的弟兄 你是严重拦阻教会的增加 神永远不会祝福不圣洁的民 他要按照我们不圣洁的程度 保留祝福不给我们 告诉我哪一家教会是言行不一的 你就可以告诉我说 他是不蒙祝福的 神首先要清扫房屋 然后才进来住在里面 他要使他的教会圣洁 然后才用他恩典的一切祝福来祝福的 你们这些言行不一的人 要记住这点 转向神 求他是你们变得圣洁 你们其他的一些人是如此心冷 你们是拦阻前进的道路 你们是教会车轮的制动器 也为你们他不能前进 如果我们发热心 你们要把冰冷的绷带绑在任何勇敢大胆的事情上面 你们不是极谨慎又热心 如果你们真是这样 我们就要感谢神给了你们这谨慎 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谨慎的人 这是宝贝 我们应当为此感谢神 但我所指的你们一些人 是谨慎的 但是冰冷的 你们没有热心 你们不为基督尽力做工 你们不尽力侍奉他 你们当中还有其他人是够谨慎的 推别着向前 但自己从来不前进 啊 你们这些老底家人 你们不冷也不热 要记住主是怎样说你们的 你既不冷也不热 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 他要这样对待你们 小心 小心 你们不仅是在伤害自己 你们还是在伤害教会 你们中的其他人是如此固守成规 按照过往的情况 你们是不在乎有任何的复兴的 因为你们害怕我们会伤害你们 你们不愿教会得到修整 免得我们触动那覆盖在教会之上 那一层神圣的青台 你们不愿洁净自己的衣服 因为上面有古老的泥土 你们想一件事情既然是古老的 那么就一定是神圣的 你们爱慕文物 你们不愿修整一条道路 因为你们的先祖父 曾经驾着他的马车 沿着现在还在上面的车轮运行走 你们说 让他一直在那吧 让他总是伸到膝盖处吧 岂不是你们的先祖父 在这泥泞到膝盖身 还从上面驶过吗 你们为什么不做同样的事呢 对他这是够好的 对你们这也是够好的 你们总是在会堂里 找一个舒服的座位 你们从来没遇见过一次复兴 你们不想看到复兴 你们相信这全是荒唐的事 是不应该渴求的 你们往回看 你们找不到这样的先例 你们说 某某博士没有论述过这回事 你们那死了 值得敬仰的牧师 没有讲过这回事 所以这是不需要的 我们不需要对你们说 这是符合圣经的 因为你们不在乎 你们说这不守次序 我们不需要对你们说 这是对的 你们更关心事情是否古老 而不是事情是否是好的 你们现在要让开一条路 这一点也不好 你们可能尝试拦阻我们 但如果你们不让路 我们就要从你们身上跨过去 我们一点警告也不发出 就要压过你们的偏见 召来你们的愤怒 但你们的偏见不可 不能限制我们 锁链可能不满秀记 不能再古老了 是带着权威的印章 囚徒总是很高兴要挣脱的 不管你们的枷锁 如何捆绑着我们 如果他们拦阻基督国度的前进 我们就要把他们击得粉碎 在对那些拦阻的人说话后 我要对你们这些全心爱耶稣 要促进复兴的人说话 亲爱的朋友 我求你们 要记得成千上万的人 正在你们身边死去 你们可以容许你们的眼睛 看着他们进入死因的世界吗 他们大群大群死去 没有神 没有基督 没有盼望 我的弟兄 他们可怕的命运 岂不能唤醒你的同情了 你因着圣经所讲的就相信 那些不相信 就死了的人 是去那个他们的 虫是不死的 他们的火是不灭的地方 相信这点 你的心在你里面 岂不激动 可怜他们的命运吗 今天看看你身边的人 你看到极多的人聚集在一起 说是在敬拜神 你也知道 这里有多少的人 是不敬畏他的 而是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不认识十字架 什么 你自己晓得落在咒诅之下 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 你不会为那些在你身边 今天就在咒诅之下的人祷告 为他们努力做工吗 要记得你主的十字架 他为罪人而死 你岂不为他们哭泣吗 基督为罪人哭泣 你的脸面岂可干儿无泪 他岂不是把他整个生命 给了他们 你岂不要眺望你的生命 与神摔跤 使他的旨意 可以在他们身上得以成就吗 你们有还没有相信的孩子 你岂不希望他们得救吗 你们有兄弟 丈夫 妻子 父亲 今日还在苦胆之中 被罪捆绑 你们岂不希望有一场复兴 就算这只是为了 他们的缘故 看 多少的抢劫 凶杀 罪恶玷污了这可怜的地方 你们岂不希望有一场复兴 哪怕这只是为了熄灭罪恶之火 看看神的明每天是如何被人亵渎 留意今天 人在做生意 仿佛这是人的日子 而不是神的日子 留意看群众是如何走下坡路 欢欢喜喜走向灭亡 你们对他们没有感觉吗 你们的心是刚硬 迟钝吗 你们的心变得像铁一样了吗 它是不是像冰山一样结冰了 公义的日头升起 融化冰冷的心 使我们都能体察不灭的灵魂灭亡 人匆忙进入永世 没有神 没有指望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 你们岂非要从现在起 开始祷告求神赐下他的话语 拯救他们 使他自己的名可以得到荣耀 至于你们这些不敬畏神的人 看看我们为你们是多么的操心 你们灵魂的价值比你们想的要大 愿你们相信基督 使你们的灵魂可以得救 感谢您的灵魂